今天请大家欣赏 麦家的经典散文 母爱有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有些东西又可能是每个人的秘密 一个人独自隐气 总有那么一点私底下的感觉 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而言 这很可能成为他的一个羞于公布的秘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篇文章不是我乐意写的 但我又不忍放弃 我说的是不忍 是一种欲言又止 又欲罢不能的无奈与挣扎 我为什么要被这件渺小的事情折磨呢 是因为我在期间的一些奇特动人的景象 一些母亲的东西 她的命运 她的爱 她的苦 她的过去 和现在 换句话说 现在的我 再也不相信男儿有泪 不清谈这类老掉牙的东西 这些东西 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虚弱 更加冷漠 更加傻乎乎的 不是可爱的傻乎乎 而是可怜的傻乎乎 真正的傻乎乎 还同时的眼泪 是不值得说的 因为它总是伴随着 生死历劫的哭声 眼泪是不屈斗志的流漏 也是缴械投降的招书 当眼泪藏有心迹时 眼泪已经失去了眼泪本色 变得更像一把刀 一种武器 但我似乎要除外 我是个在哭方面 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 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 一哭喉咙就哑 叫人心疼 谁心疼 我觉得那个年代 只有母亲 才会为一个少年的啼哭心动 我的怪异是 母亲说我哭大了就会犯病 手脚抽筋 口吐白沫 跟犯癫痫病死的叫人害怕 说实话 因为与生俱来的这个毛病 哭大了身体会抽筋 吐白沫 所以只要我一开哭 母亲总是来跟我说好话 劝我 骗我 让我及时止哭 这简直就让我的哥哥姐姐 嫉妒极了 他们哭 母亲从来不会理睬的 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 不能哭 哭了要丢人现眼的 我从懂事起 一直在抑制自己哭 有泪 总是往肚里吞 吞不下去 捏住鼻子 也要灌下去 很决绝的 灌上个一年半载 哪还要灌 都胡伦吞下去了 跟吞气一样 印象中 我从十七岁离开母亲后 十几二十年中 好像从来没有流过泪 有一次看电影 电影院里一片哭声 左右四顾 大多是泪流满面的 只有我 脸上干干的 心里空空的 让我很惭愧 后来我又看到一篇短文 标题叫 男人也有水草一般的温柔 是歌颂一个男人的眼泪的 很是触动我 这两件事鼓动了我 我暗自决定以后 有泪不吞了 要流出来 哭也行 哪怕哭大了 让人看到我的秘密 也不怕 有点鼓注一掷的意味 于是我又专门去看了 那部台湾电影 我想看自己流一次泪 不行 怎么鼓励都没用 心里使不上劲 没感觉 以后经常出现这种感觉 我心里很难过 希望自己哭 让泪水流走我的痛苦 但屡是屡败 就是没感觉 找不到北 真的 我发现 我已经不会流泪了 不会哭了 就像失眠的人 睡不着觉一样 本来你应该天生行的 但就是不行了 也许 所有器官都一样 经常不用 功能就要退化的 我的泪线 已经干苦了 死掉了 就像一个野人 不知不觉中 身上已经失掉了 诸多器官的功能 死掉也罢 可他又活转来了 说来似乎很突然 那是1992年春节 年近三十的我 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探亲 第二天要走了 晚上母亲烧了一桌子菜 兄弟姐妹聚齐了 吃得热热闹闹的 唯独母亲 以言不发 老师默默地往我碗里夹菜 我说 妈 我又不是客人 你给我夹什么菜吗 母亲什么都不说 放下筷子 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那种眼神 像是不认识我似的 我随意地说 妈 你老这样看我干嘛 妈说 我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 妈说不定就不在了 说着 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这时候 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一些不对头 姐又多了一句嘴 说什么 妈恨不得我 把一桌子都打包带走 好叫我吃着她烧的菜 想着她 等等 姐的话没完 奇迹发生了 我哭了 眼泪夺眶而出 嘴唇一松动 居然乌乌有声 浑身还在不停地抽搐 爸妈吓坏了 以为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一下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揽在怀里 安慰我别哭 可却不像小时候一样管用 我泪如泉涌 我泪如泉涌 止不住 声音渐哭渐大 最后几乎变成豪淘了 身子也软透了 没有一点力气 一桌子人 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 我哭得很没有分寸 一点章法都没有 很失一个成年人的水准 我想 那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哭吧 但起码我已经学会了流泪 以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 眼泪就会无声地涌出 就是说 我的泪线又活了 是母亲激活的 我承认 也许很多男人都要承认 我们在很长的一个年龄段里 心里是没有母亲的身影的 我们心里装着可笑的世界 装得满满的 傻乎乎的 把什么都装进去了 爱的 恨的 容的 耻的 身边的 远方的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很多很多 太多太多 连亲爱的母亲 也要可怜地被挤掉了 等我们明白这一切 都很可笑 明白自己原来很傻 错了 准备纠正错误 把母亲重新放回到心里时 发现母亲已经老了 走了 那时候 那时候你就后悔到死吧 我很感激上帝给我机会 让我有幸把母亲再次放回到心里 因为在我心里 所以虽然我们相隔数千里 但我还是经常看得见他 看书时要看见 听音乐时要看见 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看见 有时甚至看广告都要看见 比如刘欢唱什么 心若在梦就在的歌 那是个广告片 那是个广告片吧 我看到那个少年 在风雨中冲到刘欢身边 我就看见了母亲 说真的 每回看见心里都酸酸的 要流泪 不久前 老婆出了几天差 一个人带孩子 晚上孩子突然发起烧来 喂过药后 烧倒是立马退了 转眼儿子又睡得很香的 心有余悸的我 怎么也不敢入睡 便久久地望着儿子睡 望着望着眼泪又出来了 因为我又看见母亲了 世界太大 母亲 我不能天天回去看您 陪您 一个月一次也不行 只能一年回去 看您一两次 陪您十几天 为此 我时常感到很内疚 很难过 好在 您已经激活了我的泪线 我在难过的时候 可以通过泪水来泄牌 母亲 您总是预先把儿子需要的 给了他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甲瓶蛙的经典散文 小巷 这是一条窄窄 这是一条窄窄的小巷 圆住着一群瞎子 他们没有汽车 也没有自行车 这个城市越来越现代化 他们的交通工具 依旧是一根竹棍 神奇般的竹棍 不长夜 也不生根 却是他们的神经和眼睛 在两边工厂院墙 高高相加的几百米深的涌道里 他们步步往里走 涌道永远是潮湿的 阴暗的 白日没灯 黑夜没灯 他们似乎是绝缘体 光明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 窄窄的小巷 被人们久久地遗忘了 一年 两年 大人不到那里去 小孩也不到那里去 偶尔有三只蝴蝶形状的风筝 飘进小巷 却挂在了巷子深处的屋檐上 无人去取 就一直倒吊在那里了 巷道里草漫了上来 渐渐覆盖了那古老的四方砖块 今年春上 城市的上空又飞起了蝴蝶形的风筝 寂寞了一个冬天的天空 显得明快了 突然 这条窄窄的小巷口 拥满了人 都在看那墙上的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盲人按摩所 都在传说 这群瞎子并没有默默地死去 几年里默默地学成了按摩术 可以治好多好多的病症 这个城市里的病人 毕竟是很多的 病急乱投医 就有人进了这窄窄的小巷 一个 两个 三个 瞎子们果然在那里 备有按摩室 他们一次一次 按摩得满头大汗 病人一次一次感到 病情减轻 净痊愈了 于是 一群一群的病人走来 从小巷帮里走 弯腰的 弓背的 拐脚的 歪脚的 这些在生活中的痛苦 失去了人事乐趣和理想的病患者 走一步 推半步 不知道小巷的深处将是一个什么世界 不久 一群一群的人 从小巷深处走出来 他们都好了 那里是一个修理世界 修理师 就是一群黑暗中的精灵 小巷里的草 一天天塌下去 又露出了那古老的四方砖块 但是他们都在奇怪 这巷子里 那病房里 全挂满了电灯 黑夜在亮着 白日里也在亮着 瞎子们说 黑夜和白天 对于我们是一样的 那怎么会一样呢 过去是一样的黑暗 现在是一样的光明 那你们能看见吗 瞎子们却笑了 请问你眼睛能看见你的灯吗 不能 是的 眼睛是看别人的 灯是我们的眼 所以我们看不见 但他却看得见别人 别人也看见他呢 这灯 就一直这么日日夜夜地亮着 日日夜夜 病患者 从这窄窄的小巷往里走 黑暗里 灯在照着 灯给了希望 他们一直走 走向了生活的深处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短篇小说 那只狗 作者 王献民 你说气人不 我家养了一年多的小白 竟然跑到了村长家 三天都没回来 你说我能不去叫他吗 小白 小白 连叫两声 那思不但不理我 反而转身 跑到村长夫人前面 摇头摆尾 欢欢直叫 那轻热劲 仿佛是回到了多年不见的 情人怀抱里一般的兴奋 回来 回来小白 我看着他 一边叫 一边走向村长夫人 村长夫人 一把抱起小白 亲热地抚摸着 那家伙 直往他怀里拱 仿佛是小孩子 要吃奶般的亲热 这是我家养的小狗 请你放下 我说道 你家的狗 那你把他叫走吧 村长夫人 傲慢地说 你把他放下 看我不把他打回去 我愤怒地嚷道 你敢 欢欢是我的好儿子 当初是你们不爱他 才跑到我家的 如今我们可亲了 是不是 欢欢 村长夫人 说着用脸蹭蹭狗的脸 那思 居然 还叫了两声 欢欢 我家的小白 啥时候成了他儿子 还取了个 欢欢的名字 这也太离谱了 听到了吵声 村长 颠着大肚皮 醉醺醺醺的 从院里出来了 结结巴巴地说 把欢欢抱回去 我看谁 谁敢来我家要 村长 这是我家的狗啊 别 你家的 这狗是村里的 我是村长 就是我的 你回去吧 否则 派出所的人 会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 讹我家狗 还要把我抓起来 你以为 这是解放钱吗 派出所 是你家的 说着 派出所的人 真的从村长家出来了 而且是三个人 其中一个醉醺醺的说 谁闹 谁闹 我就把他靠起来 那个高个子警察 赶紧把村长 及醉警察 推到院子里 而另一个人 来到我面前说 兄弟 别和他们吵了 快过年了 别为了这件事 闹得不开心 不就是一只小狗吗 不值得 这时候 拉村长进去的 那个人又出来了 递给我一条烟 说道 兄弟 拿住吧 就当看我们兄弟的薄面了 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何必呢 回去吧 这时候村里看热闹的两位后生 也过来拉我 哎 真行呀 这见狗我不要了 说吧 我加起烟 扭头就走 一条烟 也只百十来块呢 只当把那丝卖了吧 从此以后 村长的小媳妇 不是抱着小白 就是用一条明晃晃的小绳 牵着 那丝的白毛 明亮明亮的 眼神炯炯有神 四肢小蹄上 穿着小红鞋 腰上 裹着一件紧身碎花的小红卦 别看着有多妖艳了 喜得小孩们 围着直叫欢欢 那丝蹦蹦跳跳的 看着村长夫人 春心荡漾 满面红韵 然而好景不长 初三那天 村长带着夫人 去镇长家拜年 小狗从村长夫人的怀里 窜了出去 直接就跳到了 镇长家六岁千金的怀抱里 又蹭又欢欢的叫 美得镇长千金 开怀大笑 爱不释手 村长健壮 赶紧宣美说 这狗叫欢欢 就是给你的 只要你喜欢就好了 说着 把一个大红包递了过去 镇长千金 道声谢谢 抱着狗狗蹦跳着 跑回自己的小屋了 镇长一脸的灿烂 村长夫人的脸死白死白的 却还是一脸的笑 当村长夫妇准备走的时候 村长媳妇来到千金的小屋 跟她儿子告别 她儿子居然不理她 跟小千金在那里欢快地玩着 连正眼都不瞧她 气得肚子都大了 转脸就走 据说村长夫妇回去后 大吵了一架 村长无奈只好花三千多 买了一条同样的狗 更可笑的是 村长媳妇隔三差五地 得抱着自家的狗 去镇长家给欢欢洗澡 送狗粮 有时候还夜不归宿 不过 村长满脸的笑容 春风得意 据说她要当知书了 唉 真得感谢那只狗 感谢那只日本狗 村长在心里美美地想 恤ому 一恭